第八十六章 蓝琪回归现世 未绑定的五主魔法卡牌尚且处于封装状态 很容易就能通过鉴定魔法得出其效果 蓝琪 以后用这张卡之前给我一个眼神 修伯利安感觉蓝琪拿到这张可以让所有人不开心的卡 以后和他组队又要遭罪了 唯一让修伯利安庆幸的只有 现在他已经被锻炼出了英律魔法抗性 好 蓝琪点了点头 轻轻探手抓住了眼前散发着尘光的魔法卡牌 只是他盯着这张卡 眉头微醋 似乎有点不开心 怎么了 修伯利安疑惑地问 是效果不好吗 不 我觉得这个卡的名字影响太不好了 等我回去了 得找个大师帮我把他的卡名改一下 蓝琪神色严肃地说道 在前世 他所在的国度对血腥 暴力类的游戏文本 立会有着严格的要求和极高的和谐力度 蓝琪个人也是非常积极响应这种号召 你要把它改成什么 修伯利安感到了一丝不妙 就叫美妙音符吧 蓝琪从容地笑了笑 修伯利安 本来这卡好像还没那么出声 被蓝琪改个名字 我也就对了 修伯利安不好说什么了 只能和蓝琪一起望向了 剩下两团紫色光运 他们一人一张的魔法卡牌 蓝琪面前这张 似乎是人类魔法文所编织而成的法术卡 变化术 恶魔 类别 法术卡 品级 紫色稀有 阶级 二 效果 使用后可以将种族变为恶魔 不会改变自身的真实属性以及相貌特点 冷却时间24小时 备注 帝国潜入小队最后的幸存者 以帝国试验场竞技手术为蓝本 完成的最终伪装魔法 而修伯利安身前 这张魔法卡牌上则散发着浓郁的魔族气息 变化术 人类 类别 法术卡 品级 紫色稀有 阶级 二 效果 使用后可以将种族变为人类 不会改变自身的真实属性以及相貌特点 冷却时间24小时 备注 炼狱回狼学院通过帝国试验场 竞技手术的原理逆推 研发出的逆向伪装魔法 这影世界是不是在阴阳怪气 我啊 蓝琪有些表情古怪地看着这张变化术 恶魔 而修伯利安则是紧张地俯着变化术 人类 似乎心情比任何时刻都要激动 对他来说 这是一张真正可以让他变化成人类的卡 而不是他平时在现实里所维持的那简单幻象魔法 甚至根据变化术 恶魔能够瞒过恶魔学院检测的强度 其对应的魔法卡牌 变化术 人类应该也具备着 直接让他在除了灵魂层面 近乎完全变成人类的能力 好了 大丰收 可以回去好好补教了 战利品接收完毕 一想到即将回到伊克里特学院 昨天下午在教室里的困意 如浪涛般猛然席卷了蓝琪的脑海 他现在只想赶紧回宿舍 好好睡到晚上 嗯 早点休息 虽然已经不早了 修伯利安也笑着说道 有时候可能以为只是平常的一天 但也许 这其实就是人生中最棒的一天 他现在感觉很开心 原本度日如年的感觉 已经烟消云散 甚至开始期待起了明天的到来 在两人准备 踏向虚空之门 离开灵界空间的瞬间 原本以为已经结束的结算 再度有新的信息 伴随着血红色文字 浮现了出来 系列影视界 血跃坏事 以锚定历史坐标 目前完成度 一或者四 结束系列影视界之前 当前挑战者 有更高概率 进入血跃坏事时代影视界 以SSS评分通关 即可开启下一个节点 任务目标 以SSS评分通关 最终节点 血跃坏事 两人看着突然出现的新结算信息 都露出了困惑的神情 这片广阔的世界 有诸多古早的时代 几百年前 几千年前 数不清的国度诞生覆灭 英雄归于尘土 构成了历史 随着几千年前 历史的断荡 更早的许多时代的记录 都已消失不见 只能通过影世界的历史投影 获取片段 并由历史学家 推断出些许历史原貌 已知最为古早的人类历史 是距今约两万年前 名为圣国魔界 一段开天辟地 经历数场圣战 留下诸多英雄诗 人类崛起 直至辉煌的时代 尽管没有相关的影世界 来证明圣国末期 是如何覆灭的 但从圣国魔界 距今的近两万年间 也完全没有影世界 佐证出一个名为 血跃坏事的失落时代 话说修伯利安 你见过这种系列影世界吗 蓝奇不仅没在游戏内容上 听说过系列影世界 也未曾在这个世界的书籍中 看到过相关信息 有古籍记载过 如果成功通关影世界 并获得最高评价 就有可能遇到 但很少有人达到这个条件 将系列影世界 走到最后一步 更是难如登天 至少近千年来 没有人能成功完成过 系列影世界任务 修伯利安没想到 跟蓝奇打的第一次影世界 就遇到了这种传闻中 才有的隐藏任务目标 不过这种影世界 相比起个人奖励 其实其历史情报价值 才是更可怕的 比如就是人类发掘了 圣国魔界时代的影世界 才从超远古圣战中 找到了诸多打魔族的办法 几十年前 魔族的战败和亡国 便与人类学者们 通过圣国魔界时代中期影 世界里分析出的情报 密不可分 等你回去了 如果将这个隐藏任务的情报 上报给影世界管理协会 或者摩塔 他们会求着你打影世界 失落时代影世界的学术价值 太难以估量 但是相应的 现今世上的血族 会想尽一切办法 要了你的命 修伯利安说道 他们在来到了这片灵界空间之时 便关闭掉了影世界记录城市 的记录功能 因为绝大多数挑战者 都不希望自己即将获得的 可能是底牌的战利品魔法卡牌 被记录下来 当今世上的血族虽然低调且隐匿在南边 但各个都是人类的大敌 其威胁程度 甚至远超魔族 血族作为最强的单体生灵 拥有不讲道理的权能和不死性 同阶单对单 人类或魔族都绝不是血族的对手 哪怕能打赢 最终也会被耗死 而血月坏事这个失落时代的远古隐世界 大概率就藏着对付血族的办法 别说了别说了 我就当没看见过这个隐藏任务 兰奇摆了摆手 向灵界空间外走去 他才不会疯了 去和血族玩命 是的 血族又没招惹我们 修伯利安也是点头 和兰奇一起走向了返回现实的虚空之门 他们的意见非常一致 这个隐藏任务绝不能上报 在快要踏进那流转的虚空镜面时 对了兰奇 有一件事我一直都没想清楚 修伯利安忽然停住了脚步 有些犹豫地说道 什么 兰奇回过头 问道 在美术教室 你到底是用什么魔法判断出了 哪些画师教授画的 哪些画师学生画的 修伯利安看向兰奇的眼神满是困惑 似乎想了一路上都找不到答案 兰奇先是略微惊讶地张嘴 随即便露出了狡黠而灿烂的笑容 这么简单的事情 还需要用魔法吗 本章完 第87章 兰奇全新的一天 南大陆 克瑞提帝国 隐藏在地下深处 是漆黑的宫殿和绝对的权力的象征 这座超古代地下城市被黑夜所包围 然而却有魔导器 巧妙地模仿雪月 投下幽深光影 宽广而空旷的街道两侧建筑 都有深色石料建成 高大 厚重 轮廓描绘着古代艺术的阴影 静静卧在这片黑暗城市中 凝固了无尽岁月的尘埃 地下城邦的尽头 散发出阴冷而诡异的强大魔力 一座巍峨的城堡处立着 外墙由天然的黑曜石砌成 镶嵌着冰冷的银边 和中世纪风红水晶透明雕饰 一道身披长衣的身影 来到了城堡的入口 一步步深入内部 经过重重滑跪装潢和廊盗后 它推开了眼前的厚重的黑铁巨门 只见一座意识听般的辉煌宫殿 伴随着深沉的权力气息 与厚重的历史感映入视野 顶部铺满了不朽水晶的玫瑰窗下 冰冷铁链悬挂着散发出奢靡光运的吊灯 地毯如红色的流水般延伸到视线的尽头 光线通过水晶散射 如同繁星点点 给整个空间增添了些许幽暗的美感 在这广阔的高屋顶意识厅中 中心位置被一张数十米长的宴会桌所占据 长桌由漆黑如墨的金铁打造 绘制着纹理繁复的血足魔法纹符咒 亦是一种血足世界艺术风格的象征 长桌两侧 每一张高被椅都如同王座 以背的顶端 铭刻有与遗嘱对应的宝石图腾 然而此时 意识厅似乎格外寂静 十三张高被椅上只坐着一道身影 来到宫殿中的身影 身姿优雅地站在了长桌的最末端 没有入座 赫利提尔侯爵 附生教会的教徒遇到了那个伴魔族 但失守了 他行李并开口 是男性的身影 远处 坐在第七把高被椅上的身影 始终闭着双眼 缓缓地抬起头 仿佛能透过穹顶 看见深邃夜空中 由星辰编织而成的图腾 在熠熠生辉 不应该 他喃喃自语 那只半血魔族的死罩星已经出现两次 却都被化解了 男性没有吭声 他自然知道侯爵所指的是哪两次死罩 第一次 修伯利安应当入学失败 就惨死在赫顿王都 第二次 修伯利安在影世界里 里应被附生教徒杀死 可这理所应当的事情都没有发生 而是被扭转了结局 一切的一切 皆与伊克里特学院 一位横空出世的人类心声有关 魔族的余念 无论如何 都必须清楚 血族女侯爵的声音 幽远而冰冷 仿佛是感慨 仿佛是忧怨 仿佛是无奈 又仿佛 带着一丝时光 也无法抹杀的遗憾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只有当人类与魔族的力量汇聚 才能诞生出 威胁到我们的力量 侯爵终于睁开了他 深红色的血童 黑影之下 谁也看不清 其中究竟藏着贯穿古今 多么久远的记忆 当今世代 魔族已经被人类亲手覆灭 无限膨胀的欲望之下 邪教肆虐横行 南北大陆分崩离析 人类还在为了权势内战不断 这些愚蠢的行径 只意味着一件事 血跃的盛世必将再现 人类需要回想起他们的奴性 侯爵已经变得冷艳的脸庞平静无比 又带着任谁也不敢亵渎的遥远威严 每一个字都仿佛冬日结束之前 那冰临融化般的清脆 丁响在宫殿中回响 赫顿王国 王都伊克里特 当太阳出生的金色光芒温柔地洒在古老的伊克里特学院的校园上 那些砖石建筑都被染上一层暖黄色的霞光 萦绕并散发着历史的沉淀感 闲者院宿舍楼也如同被唤醒一般 时不时有学生从门口进出 现在是开学的第三天上午 蓝琪举着一杯咖啡 靠在自己阳台的门檐上 聆听着树木间小鸟的名传 目送同学们去上学 昨天清晨从影视界回来 他一觉睡了很久 直到今早的凌晨才醒 半夜离开宿舍去吃完一顿 不知道该称作早饭还是夜宵的餐点后 他便开始回到书桌前研究起了质卡 桌边还放着那本 南大陆质卡协会注册章程 如今他已经达到三阶 拥有了最基本的参考资格 只有成为南大陆质卡士协会的注册质卡师 才能够获得官方的专利保护 以及免去诸多繁琐的鉴定担保步骤 并减免手续费 而福利的力度也和质卡士的等级有关 接下来想要开一家 能够销售独家魔法卡牌的店铺的话 除了休伯利安那边要搞定的牌照 他这边也需要拿到注册质卡士的身份 等级越高越好 直接决定了他们创业的起步速度 接下来以赫顿王都尉考点举办的 最近一场注册质卡士考试 要等到一个多月以后 虽说感官上还挺漫长 但实际就算再给兰奇多一个月 他也没太大信心能直接通过 关于三接魔法卡牌的制作 他还得去找塔利亚学习 他的质卡工艺仍不够稳定 如果不能大幅改进 考试中能否做出成品卡牌 太看运气 不过也并非是没有希望 蓝奇记得塔利亚告诉过他 如果想要追求最高的制卡成功率 在考试中选择与自身相信最高的魔法种类就行了 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到 制卡士制卡的成功率 这也是为什么制卡士到了后期 会选择属于自己的专精方向 比如塔利亚最擅长的三类 就是诅咒、精神、毒、三系魔法 也是他象性最好的三个种类 其中诅咒是极佳 精神和毒都是优秀 也导致了塔利亚的专精方向 是诅咒系魔法卡牌制卡士 至于其他类型的魔法 比如元素魔法和一些特殊类别魔法 他的象性都不太好 而根据塔利亚的目测 兰奇的精神、魔法相性较优 毒、较差、诅咒、极差 其余的他懒得看 如果自己也有像塔利亚那般极佳 或是优秀的某种魔法种类相信 那么在制卡士考试上 做这种就行了 而且这些魔法种类 以后也可能将成为 他制卡士生涯的专精可选方向 本章完 第八十八章 兰奇的影视界后遗症 在晨曦的温柔洗礼中 原本黯淡的宿舍楼墙壁和陈舍 也仿佛被赋予了生机 从夜晚的沉睡中苏醒 希望我除了精神系魔法 还有更好的选择 兰奇在阳台上投喂着他的动物朋友们 和他们念念叨叨 但是他们应该听不太懂 大爱诗人作为魔法卡牌 虽然涉及到了英律魔法 但本质还是归属于 精神系 因为其几乎是通过英律 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敌人的精神 而绝大多数英律魔法 其实也都是精神系大类的魔法 兰奇现在到了三阶 通过了紧凑的入学考试 打完影世界之后 也闲下来了 今天的计划 便是去拜托塔利亚 帮自己测测 有没有比精神魔法相性更好的魔法种类 对了 还要去买一些盆栽放在家里 兰奇摊开手掌 为着叽叽喳喳不断点头着实的小鸟 突然想起来了什么似的 魔界学院最后大爱诗人 本应享受的美好时光 被邪教徒给打破了 回现实之后 兰奇把他照出来了一小话 向他表达歉意 结果大爱诗人 也没怎么趁火打劫 提过分的要求 只是说想养花 让兰奇偶尔把他放出来一下 兰奇很爽快地 就答应了大爱诗人 但是现在仔细一想 他们一个种花一个养鸟 兰奇感觉在这样下去 自己的宿舍 就要变成自然生态景区了 喂完小动物后 兰奇回到了客厅里 坐在沙发上思考着 今天自己的早餐 该去哪吃 四街影世界通关之后 学院会准许学生 拥有两周能够自由分配的假期 供极度劳累的学生调整状态 现在兰奇清闲得有些过分了 至少两周 不用再去教室 接受闲者院教师们的折磨 要不直接一大早就去找诗匠吧 兰奇觉得 正好今天本来就打算 要去拜访塔利亚 除了向他请教魔法相性的问题 还要和他热烈探讨一番 发型改造魔法的重要科研项目 至于每一次和塔利亚选择餐点店铺的时候 尽管他不会表明倾向 但能从他瞳孔中细微的变化看出来 这家店可以或是不太感兴趣 而塔利亚看中的店 一定确实都非常不错 兰奇现在已经把他当成了人形美式探测器 但塔利亚目前好像还没有发现兰奇在这样用它 兰奇来到镜子前 从石木落地衣帽架上 取下外套披上 准备动身 塔利亚上次和兰奇分别时 告诉过兰奇自己会换一个住处 因为他要长期在王兜住下去 住在旅店太过无意义地浪费金钱 于是找到了一家新的住所 地址兰奇记得就在学校的东侧不远处 大概步行十几分钟就能到 咚咚 就在这时 101宿舍的大门突然被敲响 来了来了 兰奇听到敲门声后 连忙跑向了玄关 他也不知道 会是谁会在早上这么快地来敲响他的门 还好自己没出发 不然对方就要白跑一趟了 他感觉等自己的宿舍住址被打探出来 然后传开 这几天就算待在宿舍不去上课 也会有不少人来找他 昨天回到学校时 虽然天色都还没完全亮 但路上有不少学生给他打扣 让他体会到了明星一般的感觉 看来自己在影视界里积极正能量的表现 已经获得了同学们的认可 大家也非常礼貌 直到自己需要休息 没有在昨天打扰自己 蓝琪心想着压下了门把手 随着门被拉开 只见一位银发白须 身形高大金角的老者站在门外 您好 蓝琪不认识这个老人 但看他的装扮 应该是他们闲者院的教授 而且身份很高 虽然老人高挺的鼻梁和细致的脸部轮廓上已满是岁月的痕迹 你以后会在课上见到我 虽然蓝琪在开学第一天就逃掉了属于罗恩副院长的最后一节课 以至于本来应该见面的他们迟迟没有见到面 直到现在他们才第一次真正的线下见面 但是副院长罗恩已经在闲者院的会议室里 见证过蓝琪太多的精彩表现了 蓝琪文言 似乎本来打算双手腹背轻轻汗手 然后和副院长询问 并交代一下重要的工作事项 但是他连忙意识到 这里伊克里特学院 而自己也不再是校长了 紧急转换过角色 非常礼貌地邀请前来拜访的罗恩教授 来到起居室 在沙发上坐下 蓝琪心有余悸 感觉自己似乎是产生了些许影视界后遗症 看到学院的领导 就差点触发他的校长职能了 起居室里 罗恩简单地环视了一番蓝琪宿舍的布局 打理得十分整洁 显然 蓝琪是一个生活习惯相当良好的学生 很爱惜宿舍 和那些邋遢的任性学生截然相反 不过蓝琪 这温和有礼的样子 让副院长 罗恩感到有一种不太真实的科幻感 很难想象 眼前这个看上去心境平和 品性优良的好少年 竟然就是昨天 他们贤者院全体教师 在会议室里 看到那个能在魔界里叱咤风云的大魔王 甚至不禁让罗恩感叹 还好先前入学考试第三轮的考官费拉特 遇到的是现实里有法律束缚的蓝琪 要是换成影世界里那个灰光恶魔来了 费拉特现在恐怕已经查无此人了 思考间 罗恩只感觉恍若格式 他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具备这般黑白如衣的二象性 但是不得不承认 蓝琪确实是他们贤者院 今年当之无愧最优秀的新生 只是有点优秀过头了 伴随着一种正常人无法预测的危险性 当然 危险的是 那些尚未理解到这个学生危险程度 甚至还打算招惹他的家伙 今天也是三个 后面还有一张 本章完 第八十九章 蓝琪的校长只能已解锁 绿色的树影在微风中摇曳 透过玻璃和窗帘 洒进一些晨间阳光 使整个起居室更加平静安逸 此时的蓝琪已经泡好了两杯茶 放在托盘上从水槽旁端到起居室 将一杯递给了罗恩副院长 蓝琪并没有先开口说什么 只是端坐着 等待罗恩先说话 终于 一阵沉吟之后 副院长罗恩握着茶杯 开口说道 蓝琪 我这次来主要是想代表闲者院 向你询问一下 你在第三轮测试中 使用过的那张 友好交流的来源 罗恩似乎是担心蓝琪感到压力 话语十分缓慢 当然 如果不方便透露的话 你可以不用回答我的问题 我仅仅是想了解一下 并无恶意 虽然蓝琪在前天影世界实战中的表现可圈可点 但是罗恩觉得自己 作为一个人类 不太好点评这长影世界 以及他们贤者院教研组 还需经过慎重考虑 才能决定出 以后将这个影世界里的哪些片段 当作镜片封存 或在一定程度上和谐之后 用作教学材料 至于那张禁言法术卡 友好交流 它对于贤者院今后的教学模式 可能产生极大的影响 同样也是 为了保护蓝琪 与院长洛伦意见一致的罗恩 不得不先来和蓝琪沟通询问一番 在这安静的空间中 自罗恩副院长的话音落下之后 便陷入了短暂的沉寂 虽然卡是蓝琪做的 但其中最关键的毒魔法原理 来自塔利亚 由于友好交流 用到了魔族相关的毒魔法 如果被追根溯源 可能会给塔利亚惹来麻烦 蓝琪至今为止 也只计划制作两张友好交流 由他和塔利亚各一张 毕竟他和塔利亚的 《师徒契约》里有一项 就是他做的实用魔法卡牌 也要分享给塔利亚一份 且这种魔法卡牌 能否拿去售卖 需要先经过塔利亚的允许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们俩的利益彻底绑死了 塔利亚会放心全力教导蓝琪 祝他尽快发家致富 以还清债务 是我在南万提纳边境岭 从一个神秘的流明老太太 手上换来的 她自称这是祖上秘传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已经找不到她这个人了 沙发的一旁 蓝琪只是这样说道 和塔利亚相处久了之后 她已经养成了诚信的习惯 原来是这样 副院长罗恩文言点了点头 那看来 友好交流 不太会是新锐智卡师的作品 而是一张流传下来的老卡牌 被蓝琪偶然得到了而已 虽然蓝琪刚才回答的略有犹豫 但蓝琪说话时 会直视着她的眼睛 眼神毫不动摇 且身上的魔力稳定 并非人们说谎时应有的表现 高阶的法系职业者 往往可以通过敌人身上的魔力波动 来判断出很多信息 所以越是高阶 也越是会练习 如何控制自己的魔力 以此来蒙蔽对手 蓝琪现在 显然还不太会掌控魔力 罗恩并非有意要试探蓝琪 只是如果以后 蓝琪被别有居心的人问起 蓝琪会因此 被别人轻易套走信息 也就是说 这张卡很有可能是 影世界产出的天然魔法卡牌 而非人造魔法卡牌吗 罗恩抚了抚下巴上的胡茶 沉思坚问道 天然魔法卡牌 只能通过影世界获得 哪怕是紫色 也很有可能具备唯一性 罗恩确实觉得 那张友好交流 确实更像影世界里产出的卡 不太像个人能做出来的东西 我个人觉得 他更像是天然魔法卡牌 蓝琪认可 听完蓝琪的话 罗恩终于输了一口气 看来大概率不用担心这张卡 已经在市场上蔓延起来的最糟糕情况了 随即 副院长罗恩从沙发上站起了身 就像是已经搞懂了 想了解的事 蓝琪 洛伦院长为你封存了第三轮考试的记录 同时也警告了其他所有官看到这场实战考核的教师 不要声张任何细节 罗恩语众心长地看着蓝琪 神色凝重地说道 蓝琪汉手 他终于知道了 为什么就连王女薇薇安也不了解 有关于他第三轮考试的细节 原来是大神官洛伦保护性地帮他隐藏住了 所以暂时 友好交流这张卡并没有被公之于众 而你在魔戒影世界的考场里 虽然偷偷用了一瞬间 但是效果不明显 所有人都不会意识到他和沉默的区别 罗恩继续说着 我们只能帮你掩盖住这一时 当你以后再在公众视角下 用出这张友好交流之后 一定要小心基于这张卡的人 有些利欲熏心的家伙 还有疯狂的邪教徒 他们可能会不择手段 来拿到这张极具价值的卡 并尝试研制纺织卡 虽然罗恩知道 蓝旗有着独一档的折磨王天赋 但那些从来不讲规则逻辑 疯狂至极的亡命邪教 能失误无数次 尚且年轻的蓝旗 却只有一条宝贵的生命 他身为一个学生 不可能和这群如独流般 根深蒂固在南北大陆之上的邪教徒们玩命 我明白了 谢谢 罗恩老师 蓝旗认真地向副院长行礼致谢 那我先走了 有需要帮助的地方 可以来闲者院办公室找我 副院长罗恩还有不少公务在身 光是来找一趟蓝旗 都提前许久安排才抽出的时间 另外 你作为我们闲者院最优秀的新生 这学期 你说不定有机会随学校的队伍 去南大陆王国议会成员国的其他名校 进行一番学术访问 到时候如果见到了其他学校的领导 不必像对我这么过分拘谨 还是得带点年轻人的朝气 但也一定要恭敬有礼就是了 罗恩欣慰地看着蓝旗说道 这小子如果是自己人 就越看越顺眼 好的 您放心吧 蓝旗点头 很快就先一步跑去为罗恩打开了宿舍的门 经过短暂的交流与相处 罗恩对蓝旗的印象非常好 远比他来之前的想象中的要温和有礼 一开始 罗恩还挺担心真实相处起来的蓝旗 性格张扬 或是持财自傲 导致以后在现实里也会惹出大乱子 现在看来不必太为蓝旗操心 他还是一个有分寸的学生 分得亲隐世界和现实世界 关上宿舍门之后 蓝旗被靠着门飞 输了一口气 呼 好险好险 差点又把自己当成校长了 蓝旗先前听闻罗恩是副院长的一瞬间 竟下意识地想指导他工作 而接下来每一句和罗恩的对话 他都在极力克制自己 做出学生的姿态 而不是展现学校最高领导人的气场 但是按照罗恩副院长的说法 去其他学校进行学术访问的时候 应该就不用这么克制了 年轻人的朝气 蓝旗还是有信心展现出来的 本章完 第九十章 蓝旗离天堂就差那么一点点 王都伊克里特的清晨 天空中弥漫着一种淡淡的蓝色 在这凉爽秋季 整座城市的空气都格外清新 伊克里特学院东侧 穿过两条街后 街道上商铺居多 一间小餐馆里飘出炊烟 以及早餐的燕麦和奶酪香味 蓝旗表情略带疑惑地站在店面的门口 抬头望着这座建筑样式典型的二层木屋 其门口有一块招牌 上面刻着猫老板餐厅 整个建筑虽然由略显古朴的茶色木构造 但是造型和装饰都充满了旧维多利亚式的韵味 大面积的屋顶优雅的弯曲 屋檐远远超过墙壁 给人一种宽敞的感觉 而屋檐下的空间构成了一个可以放松和交谈 甚至用餐的阳台 深深的檐下挂着一串风铃 每当微风吹过都会发出悦耳的铃声 这就是塔利亚告诉兰奇的她的新住址 似乎虽然是餐厅 但二楼也会当作旅社出租 如果长租在这里 租金应该不会很高 最主要的是 兰奇相信这家的餐品一定非常具有特色且美味 才会被美食探测器塔利亚青睐 兰奇刚一推开门 随着一阵叮铃叮铃声 餐厅精致的停台楼阁结构映入眼帘 简简单单的布局把一楼的桌椅 画成了数片区域 除了门口的柜台 便是通往后厨或二楼的入口 似乎这家店并不煮饮早餐 所以这个时间点的客人并不多 就连柜台后的店员 也要兼顾服务员的送餐工作 您好 我想找一下住在你们这儿的塔塔小姐 兰奇悠哉地在柜台前等待了一会儿 直到送餐的店员小姐 回到了柜台后面才问道 塔塔小姐 不好意思 我也是最近才来这家店打工 不太熟悉住在店里的住客 店员小姐的表情略显疑惑 然后向兰奇道歉解释道 她的样子很年轻 似乎也是同龄人 在这里兼职工作 如果你能描述一下她的特征 虽然不能向你透露 客人住在哪一个房间 但我可以去二楼帮你找找她 店员小姐友善地说道 她感觉兰奇不像是坏人 看上去就是一个非常亲切温和的少年 嗯 她长相非常漂亮 身高168公分 年龄看起来大概在20到25岁左右 灰色长发金色眼睛 身材是理想的健康体型 没有生过小孩 话非常少 从来不会笑 兰奇开始绘声绘色地描述起了塔利亚的特点 上次在老家南万提那里没能向管家用话语成功形容塔利亚 兰奇从那以后 便一直在思考 如何尽可能详细且完美地通过文字信息描绘她 兰奇的话还没说完 就感觉背后不知为何突然发寒 很快就有一只冰凉的手按在了她肩膀上 而背后似乎有一双绝对上位者的冷漠黄金双铜 散发恐怖的魔力压迫着她的全身 店员小姐仿佛感到整个餐厅的温度都下降了两度 有些发寒地抹扎着肩膀不禁打颤 你说的是你身后那位小姐吗 她略微疑惑地抬起手 指了指兰奇的侧边 小心翼翼地问道 应该是吧 兰奇保持着一变不变的笑容 缓慢侧过了头 她只有脑袋能动 身体像被压着一座山般根本动弹不得 兰奇看到塔利亚正站在她的身后 纤细的手仿佛随时可以捏碎她的肩膀 而另一只手上正抱着一个纸盒装 伊克里特海盐风味干烙饼干 这种饼干 每天一早上容易被卖光 所以 王多仁的很早起来去排队买 早上好呀 塔塔老师 见塔利亚的胃口 还是一如既往的好 兰奇就放心了 看来自己不在的这两天 她也过得很开心 就是有点担心 等她会长胖 毕竟她年纪这么大 性格又不好 万一还发福了 就更难嫁出去了 你跟我过来 塔利亚慢慢松开了手 声音听不出喜怒 但每一个字都带着杀鸡 接下来 兰奇向店员小姐道玩谢 就不敢再吭声 乖巧地跟在塔利亚后面 沿木头搁置的楼梯 走向了二楼 一直走到了楼道的最深处 塔利亚从口袋里拿出了钥匙 打开了属于她新住所的门扇 进去 塔利亚冷冷地说道 兰奇自然不敢迟疑 连忙踏进了这间屋子 塔塔你的眼光不错吗 她环视着这间小屋 不禁感叹道 天花板由木板和斜梁构成 带有玻璃天窗 倾斜的角度 使房间充满一种 可以在夜晚仰望星空的露台感 墙壁被刷成了柔和的奶油色 浅橙色和米色交织在一起 温暖光亮 木制家具 经过这间餐厅主人的精心打磨后 色泽呈现出自然质感 塔利亚梅达里兰奇 从她身边走过 坐在了起居室里 唯一的木制扶手唐一上 兰奇看着唐一旁边的小茶几 和放着的几份报刊杂志 大概可以想象出 平时塔利亚待在家里养老的样子 当兰奇想着的时候 塔利亚的视线再次向她投来 塔利亚虽然没有证据 但她现在愈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 觉得兰奇心里总在想一些 特别该死的事情 久而久之的好奇和刺激之下 她的天赋魔法给她的反馈 也日渐强烈 至少她现在能确信 每一次兰奇和她待在一起的时候 这家伙的心理活动都异常活跃 塔利亚当下除了复国以外 唯一想做的事 就是尽快将自己的天赋魔法 从测谎突破到能读心的程度 看看兰奇心里到底是在想什么 来找我干什么 塔利亚神色冰冷地问道 她其实早有想去找兰奇打探一番 有关前两天魔戒影世界的事情 可是一想起兰奇有可能每天都在表面笑着 心里想些罪该万死的是 她就感觉火冒三丈 所以到现在也没决定好什么时候联系她 干脆就等着她来找自己 没想到兰奇这么快就主动找来了 看来这个人类比自己想象的还要更为依赖自己 但是果不其然 见到她 自己的心情又不好了 本章完